謝謝主席 主席請一下魏署長 好 我們請魏署長 兩位您好 署長您好 署長 我們台灣的空氣品質 事實上一直是不算很好 那我們 因為像黑心 油 黑心食品 大家知道了以後就可以選擇不吃 空氣不一樣 空氣不可能選擇不呼吸的 所以空氣品質的監測 跟怎麼讓它盡量合乎我們的要求 這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先請問一下署長 我們2014年前台的PM2.5平均值是多少 對不起 因為各地區不同 大概是21 22左右 平均值多少 平均值22左右 22 microgram 22 微克 每立方公尺 就是每立方公尺 對 22 22 微克 微克 那我們的定的標準是多少 我們是15 15 平均值 已經都超標了 這個數字是超標的 就是超標的百分之50 看怎麼算 差不多百分之50 那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改善的方法 有沒有 當然這個PM2.5來源有移動員和非移動員 我們現在對於這個固定員比較做加強 就是從去年年底開始 非移動的就表示我們是比較可以掌控 固定的就是工廠啊等等 對 我們比較可以掌控的 對 比較掌控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做就是在高坪地區做總量管制 我們是在中部和雲嘉南地區做減量 減量 減量 減量的 做減量的措施 怎麼減 減量現在我們現在在地方都形成跨縣市的委員會 那在中央我們有這個減量的督導揮報 然後我們按定期的來做 那前面講的總量管制是以三年為期 那這個是一個所謂一個 這個高坪的部分現在是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對 然後雲 雲嘉南和中部是用減量督導 那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前面的話有這個 等於第一個有法源 第二個它 就是說它必須 如果有任何新增的話 它要去得到一個抵換 所以減量管制就是表示 假如說現在在高坪地區要設廠 要設廠新增 對 是不是 就是說你一定要找到一個量進來 給你抵換 那減量呢 減量怎麼減 像雲嘉南是 就是我們對 我們去辨識有哪些固定污染源嘛 然後希望它去減量 同時這裡面就等於說 我們開始做這個基礎設施 用最佳的方式來做 那事實上這個對它的空污費的繳納 就會減下來 對它來講也有誘因 那如果 如果有一天 我們不管是降低那個空品的那個 就是加鹽的標準 或者說 因為控制不好 或者因為其他的污染源來 讓這個中部或者雲嘉南 它變成第三級空品區 那我們就有一個法律基礎 進去做一樣的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那它減的這個量呢 其實對它是有好處的 所以我們要不管做哪一項的管制 就都必須要有監測對不對 是的 我們現在大概有多少工業區設有監測設備 然後開始監測 我們環保署就是主要是負責大區域或者背景 我們有74個 那現在對於特定的工業區 我們已經根據我們的相關的法規做要求 那4月份第一個 我忘了是哪個工業區 已經會開始全部上路 是零元工業區 那後面另外我們有台南科學園區 和六清工業園區都要 對現在是 在11月以前都會上路 現在是已經有規定你們一定要去 從今年開始要 就是對於這些特定的工業園區 都有跟他們要求 是他們來設不是我們設 對但是它這個資料都要連線 然後你們必須要去 對就是說這些工業園區 他們有這個責任來做 但是這個都是要連線的 對所以你們還是必須要加強你們的 對這樣我們對於特定工業園區 我們等於是說 隨時監測它 如果一有異狀我們就會進去查 對是這個意思 因為監測不做 後面的大概也 那就你沒有辦法開罰 對 或你沒有辦法去改善 你沒有辦法檢查出 好像身體檢查一樣 對 健康檢查一樣 對嘛齁 是是 那經濟部審次長一起來好了 好次長他 署長等一下 有請假所以現在是副局長那個 好 呂副局公業局 好 我是公業局副局長 是 副局長是不是 是 因為次長有請人跟主席 副局長好 我問一下齁 就是有關我們的實話管線齁 是 資訊公開的部分 跟可電子探測的問題齁 是 跟兩位一起做個 因為假如是天然氣跟實話 可能是經濟部這邊 然後其他的有害物質是環保署這邊 所以就一起問 我們 覺得我國是不是應該要參考其他國家 就是把地下管線的圖資公開 對 跟委員報告齁 因為 從去年氣爆發生之後 大概這個議題大概有各種討論 然後到院裡頭去討論之後 因為我們目前公業局負責的幾個 相當講六十幾個工業區的部分 我們圖資的建立等等 當然是可以公開 但是因為 譬如說以高雄為例的話 這些圖資的補強等等 現在都在高雄市政府手上 所以呢 由縣市政府基於公共安全 以及呢 因為它公開的時候 還有一些廠商營運的 一些營業機密等等 所以由縣市政府看它 就它全責商 因為管線的圖資是在 管線的 我先插一個問題 管線的圖資公布 跟商業機密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有些沒有 就是因為圖資裡頭 譬如我們工業區裡頭 譬如哪一個部分可能比較會有 它的部線我們一般都覺得 這是拉兩線而已嘛 但是它的管是多少寸的 然後那管線的資訊裡頭 它的流量有多少 所以呢它今天運送那個 我們沒有要求流量 所以一般 我們現在是要求說分佈的圖資 是是是 所以在我工業區裡頭的部分 我們大概是可以 應該沒有什麼 因為假如說把很多東西 把商業機密一起弄進來 你們可能就會找到一個 一個不去做的理由出來 副局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這個還是必須要先 釐清這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哪一個部分 會涉及到商業機密 哪一個部分不會 在不會的情況下 應該要盡量把資訊公開透明 我們目前局裡頭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但是應該高 我們工業區外面的 就現在在那個 如果那麼多的管束等等 那個是因為圖資 如果以高雄最多的話 它是市政府看的 它怎麼做決定 所以經濟部的立場 是覺得應該要由市政府來公佈 目前圖資的資訊 是在市政府手上 是最完整的 那我們區內的部分 我們有做一些 剛提的這些圖資的一些資訊 我們這個是可以做 中央還是很多東西 不能就把所有的責任 推給地方 所以你們還是必須要去做 去做協助處理的工作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石化跟天然管線 因為已經都埋下去了 那能不能用電子探測 電子探測 看技術上 有的 他說有一個機器人可以進去 這樣有點 就是沿著管這樣跑 但是這個就是有時候 要看國外的一些技術 但目前來講 去測管線 如果地下的石化管線 他用所謂的緊密電位法 或者是各種的一些 測他的音級 什麼連接等等 這個有一些他的技術上 來做探測 有一些可以 有一些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有一些管線 可能買很久了 圖資也不見得 就很詳細正確 目前這樣重新盤整完之後 都能夠清楚的交代說 高雄 如果高雄最多的情況 我們大概有特別加強 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也會努力來把它完備化 謝謝 好 署長 除了石化跟天然氣以外的 有毒化學物質的管線 有沒有法規要求 必須要可以 這個關於管線方面 在經濟部這邊 這個工廠輔導法 其實現在是全部都納入 倒是不會說你是哪一種 送哪一種東西 他就不管 其他都是一起的 就是全部都歸 都要一起管 只是說在這個化學物質 如果有外洩 或者應變方面 技術諮詢方面 化學有毒物質 這是環保署所管 那高雄那個丙溪 其實它並不是所謂的永毒物質 它是一個爆炸性的危險 氣體這樣 那是誰管 目前的話就是剛剛講的工廠管理法 它把管線當作工廠的延伸一部分 所以現在由經濟部來管 統一來做規範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防腐蝕 就是地下管線 的防腐蝕的問題 我們中央有沒有統一的規範標準 防腐蝕的 因為它就是這個業界累積下來的 那標準 我們好像 我要再做確認一下 但是過去有應急 有規定 我現在不是問標準 只是說我們中央有沒有規範 規範說要怎麼去做 去做防腐蝕的 我們過去這樣檢測 就是有依據一些 這些程序去見說 它的像應急的防食 或是所謂透地雷達去看 然後去看它的緊密電位 這個都是依據有這樣的標準 那過去也是因為中央累積下來的 這種SOP的部分 我們來做檢測 對啦 有很多管線的問題 因為年代已經久遠 所以 然後它又埋在地底下 它有的時候輸送的物質 又是有爆炸性 有高危險性的 所以相關的工作 應該可以 以目前的人力跟技術 可以做的還是要去做 不能說老的管線 就放在那邊 然後從新的做起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好 謝謝楊耀委員跟相關官員的答覆 我們處理一下時間 就是陳其邁陳委員 質詢完畢後 我們休息20分鐘用午餐 然後再繼續接續質詢 好 我們請 請問您 請問您